因为天黑迷路被困在了牧田玉附近的野长城上 而且其中一人身体极度虚弱 我现在所在的是华柔区的牧田玉长城 那么就在2016年10月16号的晚上9点多 要求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说是在牧田玉长城附近呢 有四名外籍游客迷路被困 接到报警之后呢 华柔消防支队迎兵路中队的消防队员 也是马上进山展开了搜救 大家也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就在这个山里面 那么山里面它的天色呢 到了晚上是非常暗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山路崎岖 植被茂盛了 游客进山迷路之后 实际上不管是自己走出来 还是消防队员去救援 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 据了解 当天八名外籍游客 从淮柔区西榨子村上山 前往牧田玉长城游玩 晚上七点左右 走在前面的四名游客发现 与同行的四人走散了 我们四个开始一起下长城 分开了是六点半到七点 是那个牛角之间的一个塔 他说在牛角边那边 因为我以前爬过山 然后我去到牛角边 不是在这边的 还有很大的差距 还是让他定位 先联系上背鱼长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no are you on the great wall 我问他们是不是 藏中的老员 我正在那 我正在问 救命 我在查 how much battery do you have on your phone ok 他们有充电吧 没事 is everyone ok yes everyone is fine yes try to send the location if you can ok 你问他夜来的哪哪个方向 他知道牧田玉在哪 他往那儿 往天一站的的时候 呃 夜球在这里 那么 根据被困者的描述 以及手机发来的大概位置 消防队员初步画出了 被困人员的位置 那他这个位置好像有点 跟他刚才接他那个位置 有点接近 差不多 他只是远了一点点 一年得有几十趟 基本上从牧田玉长城 到建扣这一段 他在白天的话 能够拍个照片 他记得位置 他拍得远近 我基本就知道他在哪位置 山路陡峭 灌木丛生 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一度 消防队员顶着寒风搜索 一个多小时后 救援人员在二十号风火台附近 发现远处有闪烁的灯光 Jennifer Jennifer can you see the flashlight They are flashing their light to you OK I see you We can see you Yes we can see you A lot A lot of flashlight here Is it coming up? 是是是 他们拿那个给咱们闪的 是他们 We are going to there to find them 我们一直以为 他就在二十三号楼左右那块 但我们发现 他那个灯光 还在后面隔了两座山 多出来差不多四五个风火台的位置 在确认被困游客的位置后 消防队员立即朝着灯光的方向搜索 在翻越两个山头后 凌晨两点 消防队员终于在一处小山沟里找到了被困游客 凌晨四点 经过六个小时的救援 被困的外籍游客 安全回到山脚下 经过了解 八名游客 分别来自美国和加拿大 他们慕名前来 慕田玉长城游玩 结果在攀爬野山时 迷失了方向 根据消防队员介绍 类似迷路被困的情况是旅有发生的 而一些被困者 因为找不到方向 心里也容易产生恐慌的情绪 甚至会出现绝望的想法 事发之后 我们栏目的记者也亲身体验了一下 独自被困在野山的感受 你就看现在 咱们几个人在一块聊到天 可能是没这种感觉 但你要是真一个人的话 所有听到的声音就是 光风的声音 然后掉点树叶的声音 出发出现的响动 那种心理 会突然间感觉 特别特别的害怕 我们差不多往下走个苏东米吧 然后你自己 单单你自己体验一下 不要往后看 我要害怕我就喊你们了 好嘞 你来了我们走远你啊 你别太远了 行吧别慌啊 咱俩就复着 把手电关了 咱俩也甭说话 他一会儿就该喊咋了 那光还太亮了 他能看见 我把夜视开一下 我现在是用手机拍摄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根本就是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我现在除了我眼前的一些树印什么的 其他的基本上都看不到 河老师 啊 人还在吗 你在那边的手机会 河老师 为什么有人喊啊 我怎么听见有声音啊 你们能不能别胡理我 我真害怕 有点害怕了 小男生 操作 习惯老师 能不能回答我一下 我已经体验行了行不行啊 你连三分钟都不到 吓死我了 真的 你们干嘛不离我啊 我喊你们你们不离我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 那肯定 对面还有声音 他们有 还有人 还有人吗 对 我刚才你已经做到了 刚开始我们没跟人联系以前 你一直在跟自己自言自语 其实我这中间我还自拍了一会儿 要不是那个的话 我更害怕 尽量不要一个人 不要一个人到跑上去 那么说实话呢 其实体验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我是不会有这种恐惧感的 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这种类似的 被困的体验 但是当时呢 是和我们的摄像老师两个人在一起 这一次当我独自一个人体验这种被困的时候 尤其是当我喊了三四次 我们的摄像老师都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内心的一种无助感 其实是达到了顶点 而这种无助感 其实恰恰正是对这个夜晚被困山中的游客们来说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和障碍 而在这次的救援当中呢 正是由于这几名被困的游客 他们克服了这种无助感 同时做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自救 以及求救的行为 才能够被消防队员顺利的找到并救下 提示一 被困后 及时寻找手机信号畅通的位置 开始下去 他那勾在勾里 然后他说没信号 他自己也发现他自己手机没信号 联系不上外界 然后他自己往那个山梁上放了一点 他说你在那块有信号 然后他们就在那块等着 他一有信号 我们就告诉他 你们就在地方原地别动 他们的心态都挺好 比较乐观的 具体位置也说的挺清楚 提示二 借助手电 手机的灯光 发出求救信号 当然应该是我们在上山的时候 我们打了 打了手电 然后一路走 他跟他远 离得很远 但我们手电的光比较多 他应该发现我们光了 然后他在上上 拿手机给我们 站在那晃 然后我们突然间的 往上一看就看见 提示三 攀爬野山 穿越小路 极易被困 你看这也像一条路 哦 这条路要过去了 你就不知道走哪去了 所以说一条路 一定要看 它像这种地方 但也没有走过的痕迹 如果正常有人走过 这路就应该是坑了 泥土或者草 什么也算弄的 基本上都是挺光滑的 如果有可能情况 就是说 你从哪上去 他还要远路返回 就不要说没去过的地方 你就再找个地方 说穿越一下 非法入侵账户 盗取个人信息